字幕作词 李宗盛 西餐都有用雞湯浸的設計 究竟是怎樣做呢 待會就告訴大家 但我們用真空鍋去做 又方便又入味 現在就告訴大家怎樣做 材料有 雞一隻 洋蔥 大蒜 紅蘿蔔 西芹 月桂葉 還有雞湯 我們做這個西式的切雞 即是Poach Chicken 即是用雞湯浸熟雞 如果你用明火做 控制火候方面都非常困難 因為當這個火 一直都是100度的時候 整個雞就會爛 而且皮也會穿著 但溫度不夠 它裡面會不熟 但如果用真空鍋 就非常方便 首先第一步 通常我們買的雞 回來 我們就要看看 它有沒有羽毛 還未拔正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拔正它 拔好羽毛之後 我們就加些鹽 在雞的內外 連雞的莊內臟的胸 胸裡面都要加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還可以加些黑椒 但我就選擇不加了 因為我不想雞出來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黑色 就不夠好 好了 我們把雞擦勻了 這個鹽 然後我們就可以炒些蔬菜 我們預備了的蔬菜 都是西餐三寶 就是紅蘿蔔 洋蔥 這個西芹 還有這個大蒜 那為什麼這枝大蒜沒有切到呢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這枝大蒜 因為有時是這麼說 給大家聽 這個大蒜 大家就會以為是一粒粒的蒜頭 這個時候 首先我們就燒熱過鍋 把蔬菜炒到金黃色 所以我們不需要等火 熱到白白的時候 我們就先把蔬菜放進去 我們主要把蔬菜炒到變軟 芹蘿蔔 我們用這些蔬菜 用來蒜頭 用來蒜頭 把蔬菜炒到 把蔬菜放進去 快點放進去 把蔬菜炒到 這個最終卻有光澤 但也浸透了 軟身的時候就可以加上香草 其實這個是百里香,能不能加的 其實我用新鮮的固然醋更加好 新鮮的就不用炒,待會放在湯裡 但是我種的那些就死了 在街市後才入市場買不到 所以唯有先用乾粉 當然最好是用新鮮的 香味會差很遠 炒至差不多,看到它開始透明了 好,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少許的蔬菜 塞進雞的肚子裡 就不用塞到很滿 塞進去之後,這個雞 你看到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就要用繩子,綁緊它 目的就是令到那些蔬菜不要掉出來 而且令到雞煮完之後 它的形狀也是維持著 不然雞煮完之後 它就會全部伸開了 我們綁住它的方法 其實這個雞尾 我們就把它壓過來,蓋住這個洞 然後呢 將這個腳,這樣繞住它 然後也都將這一邊 它的目的就是將它綁住 而雞翼,在這裡我們將它收起來 然後放一條繩子在這裡 又不用炸得太緊,否則皮就會爆 我們這樣綁住它,待會做完出來 雞就會變成這樣,而不是每隻手都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炒好的蔬菜放進內蛋煲 然後把雞放進去 然後加這個青雞湯 你看到雞這樣還未能蓋得到,怎麼辦呢? 那就加水就可以了 然後加水,加到所有的液體可以蓋住雞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將它煮滾了水之後 滾到它100度的大滾 然後我們將它調成一個小火 將它降到一些小泡泡飛出來 大約是80度左右 用這個溫度去浸雞,雞就會是juicy和軟滑 這個時候呢,將它降到這個溫度 我們就可以蓋住蓋子 然後將它降到我們的真空煲那裡 然後把它鎖住它,這樣它就不能開了 那就可以出去打機啊,看看電影啊 浸完雞的湯呢,怎樣處理呢? 詳情可以留意上一期的紅酒和牛肉 那個醬汁的做法其實一模一樣 其實就是將那個醬汁呢 把它倒出來,隔了裡面的蔬菜 然後煮滾它,然後煮至它剩下一半 然後就加一個芡下去,剩結它 至於這個裝飾的紅蘿白波波波 也是將那些水,用那些水煮軟 然後呢,如果你更喜歡的話 還可以在一個盆底鍋裡 加少許牛油,加少許砂糖 這樣煮至令它亮和甜 這樣就非常好吃了 好了,那我們可以看看我們這隻雞 現在浸了三個小時,我們可以看看它怎樣 這個雞已經是非常軟滑和juicy的了 那我們把它拿出來,然後放進這隻碟裡 吃的時候記得要解開一些繩子 因為這個步驟真的很容易忘記的 這樣這個雞就大功告成了 用真空煮的時候呢 最好將裡面的液體裝到它八成滿 它保存溫度的能力就可以達至終極了